欢迎来收听荒唐相探索 大家好欢迎收听荒唐相探索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出社会怎么交到新朋友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因为出了社会以后 你可以交到朋友的管道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少 那Wisley你出社会之后 交朋友的管道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时候交的朋友 有时候不是这么的熟啦 就是比如说不要那么交心 但是你可能通过工作的关系 认识你同事的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原本你大学时期的好朋友 然后他可能工作之后 他有一些生活圈的人 那我觉得应该是说出社会之后的朋友 一个是工作类型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会以兴趣为导向 比如说你可能你喜欢健身 户外走走爬山 吃东西喝酒 然后就会有一区所谓的酒咖 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就是都是透过介绍 其他人的介绍 等于就是你打入别人的生活圈 我觉得出社会之后要交朋友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职场上吧 但是职场我觉得要看啦 因为毕竟有一些人的职场是属于比较够心斗角的那一种 那一种就可能还没办法交到朋友 但是因为像我的职场环境以前是比较单纯一点的 因为我是儿媒老师嘛 所以儿媒老师之间彼此也没什么好竞争 对说实话 还算可以交到蛮多很熟悉的朋友 像我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因为我是一个追星组 也透过追韩团有认识了一些就是同事也是追韩团的 那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的时候呢 你交朋友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反正你们都喜欢这个团嘛 然后就有共同的话题就可以聊 就会变得我觉得还蛮熟的 所以第一个管道当然就是你的周遭的同事 然后跟你说的就是打入别人的生活圈 可能如果有一些什么机会的话 就会可以去参加吧 可是我以前其实是蛮害怕参加这种活动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现场就是你跟其他人都不认识 然后跟不认识的陌生人要聊天什么的 对以前的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刚出社会的那几年基本上就是以我周遭的同事为主而已 但是我一直到后来我做了YouTuber之后 因为会开始要跟别人合作拍片还是什么的 然后前期可能大家会先就是用社群软体沟通啊什么之类的 之后呢可能出来拍片聊一聊就发现 诶其实我们好像还蛮合拍的 然后可能就会慢慢的就又变成朋友了这样 以前在大学时期是说实话 比较容易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上课做报告 你参加社团或是打工吧 你认识就会认识新的人 那为了注意社会之后 你会比较不容易去认识新的人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其实上网络上蛮多人问这种问题的 我觉得到底要怎样去认识新的人 好这样讲 其实蛮多人都有讲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你自己要让你自己的心情定义所谓的旅人心态 它的意思是回想一件事情在旅行的时候 过程当中不论是风景或是事件或者是遇到的人 你会蛮敞开心中的去接纳这些事情 因为这就是你旅行当中每一个的历程嘛 尤其是你自己自由行的时候 你会更容易比如说跟店家交谈 或是去跟当地的人去做互动 原因是什么 去交流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知道当地的一些状况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再转换成 就是你所谓的认识新的人交配友 就是所谓的旅人心态 你要把你的心态 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样 对对对 那他其实 其实黄龙上门都部落格都讲说 其实你要有三件事情你很要做啦 第一个事情是就是你在做所谓认识别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要先释出你的善意 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相处 如果那一个人武装自己 其实很臭 你也不想要主动接触他或干嘛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刚刚有在讲的 他早期蛮害怕跟陌生的去做接触互动 所以其实别人可能开话题跟你聊天 你都一直封锁 你也不想要做互动 就会蛮难有继续下去的 对就是可能到我这里就句点了 对对对 那他说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 有时候你要比较重视所谓的付出大于获得 你不要想说可能跟这个朋友交往 是不是有什么会获得比较大利益或干嘛 应该是 你要先想一件事情是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你就是想要有一个 开展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圈 会有一个环境 对那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要该怎么做 比如说可能大家都有开修 没有愿意先开话题 那就你先开嘛 对啊 我觉得这个讲的还蛮好的 因为像以前我就是很害怕 开话题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的话 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 就有一部分是做YouTuber 那YouTuber你不得不强迫 因为当你要跟别人合作拍片的时候 通常合作拍片都是第一次见面 那你总不可能第一次见到人家的时候 然后都不跟人家讲话吧 所以就会变成要强迫自己想办法去跟对方找一些话题聊 可能比如说问对方 比如说你住哪里啊 或是如果大家都是创作者的话 可能就会问一些 你的频道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是互相聊一些创作者的一些事情 这样子 所以像我的话是因为有这个身份 所以透过这个身份 其实我认识了蛮多蛮多的朋友 那还有另外一个区块就是 因为我是追星族 所以也透过追星这件事情 真的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通常就是可能很多人 他们可能原本是我的粉丝 然后就会常常跟我聊天 然后聊一聊聊一聊就会觉得 欸这个人好像跟我很合欸 然后我就会主动提出跟对方说 欸那我们要跟他加个line来聊天这样子 因为反正聊得来就聊嘛 那聊不来的顶多就是大家就是互不见面 反正我也不认识 他可能就推我追踪而已吧 就这样 所以呢就是大部分就是这样子认识的 那当然这样认识的呢 有就是真的变得很好很好的朋友的 也有那种最后翻脸的那种 那都有 可是我觉得交朋友这些事情就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先不要去想说就是我获得的是什么 就是你先去付出说 欸我花时间跟这个人交朋友 那我先不要去想说 欸我最终的结果啊是什么 我会不会这个人可不可以真的变成 我的很知心的好朋友或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心态吧 就像你刚刚讲那个女人的心态 对 因为如果出社会 如果你不保持这个心态的话 你真的很难交到新朋友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出社会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啦 就是你到底想要认识什么样对不对 对这才是主要的 就是人白白款 那你想要认识什么样子的人 我觉得这是可能要先第一的 那其实网路上啦 刚刚聊天讲的网路上 或者是现在APP 很多其实都有这种交流软件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做 EatGator 这个APP当初开发的时候 它其实是以美食啦 就是以戏剧为导向 对 然后你就是可以开一个 就是找那种食物 应该说你可以开个团 然后你简单叙述一下说 比如说你现在约几月几号 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这样子 对对对 去比如说吃哪一个 五星级的 迷奇妮的餐店 对对对 然后大概一个人要出多少钱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这样聊天或干嘛 嗯 那我那时候很有趣 那时候是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交的朋友 他突然间就是敲我们 就说我给你讲 最近去参加这个APP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我就说啊有趣 啊是有趣在那 因为你就想说 不就是吃饭 然后点点 不就是玩玩桌 有欸 他就说没有 这是一个以催眠为注定 催眠 那当然他也是 所以去了以后大家都是 是什么 一直催眠吗 发起人是一个 他有一个实际催眠经验 然后他有一些催眠师的这个执照 台湾好像比较没有 但在国外好像就是催眠师是 会跟心理智商会做一个结合 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做治疗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因为疫情 对又是疫情 疫情期间反正他就是 哈哈哈哈 疫情 害死多少人 反正他就是回台湾 然后他就觉得 他想要认识新朋友 他就用这东西发起 然后我想很好笑的事情是 反正我们就是约在某一个 正常上班日的晚上 然后我们也是约在小叔的空 那是12个人 然后各行各业 他就是用一些方式引导我们做一点罪名 然后他导向事件的那个故事就对 比较在这上面没有认识新的人 因为我去猜猜哪一次而已 但我那个朋友就是 还要认识一些新的伙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愿意去尝试的话 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 可能跟你兴趣有相关的东西 你从那个跟你兴趣有相关的东西去下手 比如说现在不是很流行 玩桌游还是什么这种的吗 这种我觉得也是你可以去找找看 有一些可能社团或是什么 会揪大家一起去玩桌游或是什么之类的 或许你从这个桌游里面 你也可以认识到一些就是 跟你兴趣相关的人 因为既然在这个桌游社团里面 大家都喜欢桌游嘛 桌游可能或许它有很多种分类吧 但是你可能就会又找到一个 跟你好像兴趣有相关或是聊得来的人 我觉得那就又是一个可以交朋友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出社会之后 因为你的朋友的范围会越来越小 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就是结婚的结婚 生小孩的生小孩 交男朋友的交女朋友的 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自己想办法去拓展交友圈的话 那就真的是会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应该是说困难的点是 还是要回归原本的题目就是 你到底想认识 怎么样的朋友 对那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就现在社群网络这么发达 而且也是拜科技所知 反正它就会帮你做很多东西的分类或怎么样 FB或是一些LINE上面 就会有一些以目的性或性聚性的 所谓的多元社团的导向的这个团体 另外一种事情是 比如跟工作上比较相关 或是心灵上的 比如说一些讲座课程 或是分享会上面 其实说实话就是因为 这些讲座课程或是分享会 它可能跟你工作的领域比较相关 或者甚至是跟你的个性比较相似 或者是你的人生一些目标比较相似 比较有话题聊 比较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可以做一些东西的交换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归大前提啦 就是相同的东西可以talk的时候 你越容易让这个东西延续下去 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 现在健身风险的身心 健身房的运动的好伙伴 对啊 像我有些朋友在健身房 认识很多朋友 没错就是 一群三五个每天就是去 啊死 啊死 所以我想说啊死屁啊 去健身房运动 对对对 这样也不错 因为他们都喜欢健身 所以就是就是 大家都是健身的好朋友这样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出社会之后 比较多会是目的性的导向 这些目的会比较 去像正面的形式去操作啦 的确是像你讲的啦 就是你的目的性是什么 你今天交朋友的 想要把这个朋友分类 在什么样子的类别 对啊 那如果你比如说 你只是纯粹想要找一些 喝酒的朋友的话 那这个没有很难 就是你就去个酒吧 很简单 没有没有 我喝酒的朋友 我有一个大学的朋友 我的人身心灵蛮低潮的时刻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个他高中时论事的朋友 然后有一个团 他就是约我出去一起去玩这样子 我就被加入到一个 Line的群座里面 然后那Line的群座里面 大概有三十多个人 就是他们大概每一季都会有开一个地点 然后去过夜 每一次的晚上 在住宿的地方 我们都在喝酒 我们都在喝酒 然后喝到醉 等一下 你上次入院的时候 也是跟那个人一起喝酒吗 我最近酒开有点太多 所以你不能跟我入院都去喝酒是吗 好像是上次也是他 上次也是跟你说你就说你那天宿醉的那一次也是那个人吗 好像是 过的地图可以你可以去分类设定一个你自己的那个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上面打点吧 某些喜欢的店加入到自己一个分类嘛 对不对 过一个分类叫喝酒的地图 哈哈哈 台北超多酒吧 比如说A朋友或B朋友约我去这个酒吧喝 我觉得氛围很好 或者是喝的酒很好喝 我就会把它加入喝酒的地图 哈哈哈 所以你下一次就会专门有一个摊事 就是找喝酒的朋友去这样子 对啊 我透过那个朋友就是 被拉到一个三十多个人的群座里面 然后那个群座专门在喝酒 反正就是喝酒尽量喝到爽了对了 刚开始去的时候就会想说不行就是人家没有说解散 我们应该要这次这边坐到最后然后干嘛 然后没有没有我就喝到累了我就去睡觉 哈哈哈 直接直接放开反正我就去睡觉就对了 对啊我也 据我朋友的说法是我也没有在跟他们讲说我累了去睡觉 他就说突然中场休息 然后总是会有几个人会喝到天亮这样子 酒量也是办好的 那个中场人教学的那一趟 他说我已经发生很多次就是没有再回来的过程 然后 你已经睡死了 然后去找我就发现我已经把我自己 我真的就是要躲他们 因为我就是把民宿的那个棉被 把我整个盖过我自己的头 然后躲了 他说我整个是锁起来的感觉 这样就就是 不想要参与下一趴 你就是一个勇就对了 对我就是睡着了的状态 然后他们说怎么叫我都叫不起来 天啊这不能被我家里人踢到这一集 你现在人应该不知道你有在做Podcast吧 但我表弟最近发现我就是很爱喝酒 哈哈哈 然后我的意思是虽然我是一个 常常去喝醉的状态 但是我是一个蛮好的酒咖 我都会假装意识轻型 然后就跟我分享 喝醉还可以假装意识轻型 蛮可以的啊 真的假的 因为就是我本人没在喝酒 其实我几个朋友说 哎你现在又喝醉了 我就说没有我没有喝醉 他说不然你怎么正宁你自己没有喝醉 他们说我最常做一件事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在路边行 那路边不是都会画白线吗 然后他说我们最常做一件事就是 我没有喝醉我现在正宁给你看 不然我现在走白线给你看 然后他就说 喝醉的人都会各式 哈哈哈 然后他就说我会很祸 然后就硬走白线给他看 这就是喝醉啦 但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喝倒在路边过 我会 没有真的醉倒 对我会把我自己送回到家 我会把我自己送回到家 就是你会设定一个 就是我可以喝到 起码自己可以安全回家限度 没有 我跟你讲我的安全回家限度是因为我家是住五楼 我是住公寓的五楼 好几次的生活 比如说我跟我朋友一坐到巷口 然后下车之后他就回家 然后我就回我家 然后他们都说你OK吗 我说OKOKOK 然后一楼的铁门一打开 关上的那一刹那就啪了 立刻倒在公寓的楼梯上 对 你倒在楼梯上睡觉喔 对我觉得是最早在楼梯上 然后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是 整栋公寓的人都知道我是五楼的住户 对我知道我是五楼的访客 但我从来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一定在楼梯罪倒过四次 也太过分了 真的是四次 然后没有人发现过我是一个酒鬼 我会罪倒在楼梯 欸你罪倒那么多次 然后珠还没有发现也是蛮强的 我就会 楼梯这种新链不是都有平台吗 对啊 然后就会倒在那边 然后可能就睡了 就睡倒了当下就想说 天啊好痛好痛好痛 然后可是就是起步来起步 然后就想说好睡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会有个时钟 反正就大概每 大概半个三多小时会起来 然后就试着 看爬不爬上去 反正就是一阶一阶 爬过一阶以后就睡个三十分钟 然后再爬个两三阶再睡三十分钟 反正总的意思就是天亮 阿姨要去公圆运动的时刻的时候 我一定会爬回我的床去睡好 那就是半夜的时候 住户在睡觉会没有人 知道你躺在楼梯间睡觉吗 就是一个醉悍在楼梯间 还是我的房东阿姨不好意思跟我说 其实他刚才过去都是 只是不好意思跟她说 应该是没有啦 应该是没有啦 但我知道我倒了蛮 倒了四次是没有 对对对对 你倒在楼梯间也是蛮荒庚的 对啊我都是倒在楼梯间 然后被 我跟你讲 还好我的房东阿姨 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我为什么这么的游泳气 虽然我的公寓路见 因为我知道他每个礼拜都会扫地拖地 我就很放心的睡在上面 这一段真的很荒谬耶 你倒在楼梯间睡觉 而且我跟妳讲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 我陪我回到家 大概可能比如说时机20分钟后 他回到家 那我们都会彼此报平安嘛 然后可能他发现我没有回的时候 他就会打来给我 他就说你现在还好吗 到家了嘛 然后我就会用一个很正常的声音啊 说很好啊到家啦 谁在那边爬不了回家 他很弱耶 其实你在楼梯间 对我在楼梯间 然后后来就他就进去睡着 好荒谬的人生喔 你有透过其他的方式认识喝酒以外的朋友吗 喝酒以外的朋友 有啊就是 像你刚刚讲的 比如说就是追星的朋友 像我的话其实 基本上我的身边的朋友 绝大部分都是追星的朋友居多 对因为就是本身是里面属性 那迷妹的属性就是会很容易认识很多追星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 因为迷妹通常可能就是偶像跟偶像之间 或是偶像会办一些活动嘛 嗯 然后比如说演唱会啊 或者是粉丝之间自己会办一些 应人之类的活动 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认识一些新朋友的话 其实是可以就是常常去这些场合 嗯 然后你就鼓起勇气 可能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聊个天啊 或者是说你就鼓起勇气 反正 呃 大家都是喜欢这个团体的人 嗯 那很有可能你就可以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或者说你在网路上面 因为常常会有一些社团啊 或者是会有一些粉丝专业什么的 你可能也可以多跟那个人聊天 那可能真的聊久聊熟了 也许你们就可以互相变成是一个朋友之类的吧 那反正大家都喜欢这个团体 但是我觉得出社会交朋友有一个就是 呃 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你要去想说我这个朋友呢 我现在交了之后 呃他不一定要是我 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朋友的分类之外 也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可能你现在在这个 刚刚这个时间也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人哇很棒跟我很合 可是可能朋友之间也会有一种磨合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或许你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磨合了以后觉得 诶其实我们双方好像没有那么合 就是可能在追星以外的事件的一些看法或什么的话 就是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 就是不一定是追星啦 就反正你在出社会之后交的朋友 因为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较没有这种 呃这种情况会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 学生时期大家会一起互相就是做作业啊 或者是说什么社团什么之类的 也是会有摩擦 可是那个摩擦比较不像出社会之后 因为你们就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嘛 嗯 然后可能只是透过某一些管道认识 所以我觉得也要放宽心说 这个人可能之后 他或许不一定会是一直跟你都是朋友的状态 或者是你要去呃给自己一个打一个预防 真的说也许有可能我们就是认识到最后之后发现 诶这个人其实跟我就是没有很合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很在乎说就是 这个人跟我有没有很合 然后可能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诶这个人跟我不合诶 然后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委屈吗 还是觉得有很多的不满什么之类的 交朋友这件事情出社会以后真的就是 如果你的心胸太狭隘的话 其实你可以交到朋友真的就会少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回归到最前面的根源嘛 就是你到底想要认识什么样的人 要先有话共同话题 嗯 才能够去往下拓展 然后甚至你可能进而了解他说 诶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或是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得从共同的兴趣开始啦 因为有共同的兴趣就是最好的开端 因为如果你跟这个人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就你们喜欢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的话 那其实到当朋友好像就是也蛮辛苦跟蛮困难的 我看完我觉得还有一个友谊是很有趣的 就是朋友的另外一半 工作上认识的朋友 嗯 然后我这个朋友圈个性有点随性的人 大家会突然在群組里面就问说 诶大家今天早安啊 今天下午大家有什么活动吗 好大家都来在家里了 我今天想要去哪里哪哪里有有兴趣吗 嗯 然后你知道就会突然间促成了一个假日活动就出去了 嗯 或者是诶今天晚上你要吃什么吗 哦你也要吃这个东西我也想吃耶 好不然我们要一起约去什么地方吃饭 然后就约成 那一阵子就是北楼一个演唱会 他好像是去听礼拜天的场啦 然后我想听的团在礼拜六 哦 然后我们就各自错开他就去听礼拜天的场 对 因为我们都会在line里面每天就是 都会乱丢一些垃圾化的讯息 但是这个人都没有回 然后我们就另外三个人在另外一边就想说 奇怪这个人为什么都不回话 他发现发生什么事情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想说 回不回事就往另一半 没错 他就突然在有一天半夜两点多 诶过分两点多 突然就想说诶我这件事要跟你们讲 我交女朋友了 然后这件事我们就越失活过 所以他带他另外一半来了 对他就带他另外一半来了 第一次见面嘛 然后他就聊天了 他女朋友就跟我们另外两个女生朋友人 就当时呼唤line 然后三个人就约好说 诶下一次我要去医美打败冲冠 这段比较便宜 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们去年年底跨年的时候 很瞎跨年前两三个礼拜 我们还没有决定地点 多年前两三个礼拜还没决定 又找不到地点了吧 宜兰那个什么头城 头城只是只有冲浪 在那边硬点了一家民宿 那个民宿外面看起来就是超诡异的 搭铁皮屋的那一家 然后我们想说天下这民宿 我到天上去会不会 遇见鬼还是干嘛 会不会卖掉 之类的对 朋友的另外一半 然后就又认识了新的朋友这样 对啊 然后现在我们有些聚会 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想过到地点的时候 他就会说 等等等等 我先问一下我们家主 我们家主子 他就会问他女朋友说 他女朋友好厉害喔 他女朋友知道很多 就是不错的餐厅 或是我的九国地图 也都他把我开发 因为他也在上很多 喝酒的酒吧就对 没错 而且你知道我们去宜兰 两天也有行 那时候刚好是张慧妹 演唱会在那个售票的时候 我们五个人 一直刷 就是一直在刷四张 四张张慧妹的分票 他女朋友现在在我们的群体 你们当中订阅现在是最高的 因为 没错就是 我们那时候 因为好像 我们记错好像是 中午12点开卖吧 反正中间开卖了三次 我们所有人都刷不到 其实就放弃了 对 他女朋友好像在六点最后一次 六点等于是余票 这样子 他刷到了四张 要刷到四张连号超难 因为通常满演唱会的时候 都是两张两张 比较容易刷得到 竟然在最后一场 还给他刷到 真的是神 而且好 我记得好像是首场 那这也是一个 蛮有趣的认识的方式 我觉得 交朋友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拓展一些其他的管道啦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害怕 就是朋友就是合得来就合嘛 不合得来就 大家就分开就这样子 我觉得很重要的状态 事情是除了 你要自己先设定一个目标 想要认识什么样的人以外 你自己也要比较正向一点 就是比较有一些正向一点的心态啊 就是其实应该这样 就是你就当做是一个 认识新的人嘛 然后你要 认识新朋友 你就是要稍微 你也不要有这么的防备心 那么多就是 用心 用心去交新朋友 这样子 天哪 你今天说出一个金句耶 我是金句答的 哈哈哈 你刚刚真的讲出一个金句耶 我的天哪 对用心 本集的重点就在这里 用心去交新朋友 你今天的标理就是 用心交新朋友 哈哈哈哈 好荒谬我的天哪 没有但我觉得 的确是出社会 确实是这样子啦 当然你用心去交朋友的前提之下 你还是要给自己 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毕竟你还是有可能会碰到一些 不是真心想要给你交朋友的人 或是他就只是 目的性上的 可能接近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你还是要把那个 就是打预防针的心态 那当然就是放宽心 反正大家就是 朋友一场嘛 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 大家可以好聚好散 那如果不好散的时候就 也不要对这件事情 有太多的 就是琢磨在这件事情上 不会不好散 你就是在你的那个 住宿的门后面 把照片放在上面 然后就拿飞来射了他 哈哈哈哈 没有跟你讲 假如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之下 反正所有东西 可以让你输 也是啦 没有错啦 就是你可能 或是你做一个那个 稻草人 然后没有杂枕 也可以啊 反正可以泄恨嘛 不会伤害到其他人 你这样教别人是对的吗 哈哈哈哈 教一些 荒谬的方式 不会啊 我觉得就是 怎么讲 反正中文一个节目就是 合着来 不合着去 不合的话就也不用觉得说 太 太往心里面去吧 因为 出社会也会交朋友 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就是 反正这个朋友没了 那我就再交一个新的朋友就好了 对啊 你就这样 啪啪 再见 对啊 你就把它切断 永远不见 不要再见了 再也不要见了 然后你就转头立刻就交新的朋友 突然 突然好像就走坏了 也不是说往心里面去不好 只是就是说 以前 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是很在乎这件事情 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就会看 有一点看开这件事情吧 就不合的话 那大家就是好聚好散 那真的不好散的时候呢 大家也不要弄的就是 可是有时候好像有些情况就是会走得很难看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再也不会往来 一辈子都不会往来的那种 那你就放宽心 反正这辈子就是这个人就也跟你不会再见面了 你就也不用去再管说什么 我们前面之前就是当朋友很开心的时候 然后现在分开了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就是真的是 如果真的很不幸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把心放宽 我是一个很想有些送信做很仪式感的人 就像你刚刚讲说 有一些朋友可能比如说因为工作权不同 或者是结婚 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反正被了可能不常联络 或者是应该是说根本就不联络了 当然现在应该是说 现在也还是会有种难过的状态 但如果我真的确定说 这个人就是反正这辈子大概就是平行线的状态的话 我自己会做的仪式 比如说就是我可能在 你说斩断这个原本的仪式吗 有点像有点像 比如说就是在某一个 某一个可能早晨好了 然后你就是你会去外面买一个很很不错的早餐 然后你就会在家自己摆盘 我跟你讲就是最后晚餐 真的是最后晚餐的概念 我刚刚以为 怎么写作的仪式之内 不是不是 但我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对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宣告我们这样的友谊 结束的关系 但当然不会跟这个人碰面啦 只是让自己的内心 对对对 我就是用一个 然后你就假装好像那个 在跟这个人吃最后晚餐 每次早餐来过程当中 你就会回想比如说 你当初可能很要好 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结束之后 那比如说你就会有一个 你自己有玩喔 然后就拉一条线 然后你就说 那相信以后我们就是真的就是 奔道了 这条线就断掉了这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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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要把它烧掉也是把它剪乱 真的很认真的 你真的会这样做 我会这样做 就是对对 然后大家就会放喜欢的 轻柔的音乐 然后就宣告这一段关系就是结束 诶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 很疯吧 这段关系就是结束会不会要这样子做欸 我个人是不会 我觉得听起来很像很疯很荒谬 可是因为我大概做得几次 有很多不好赛的朋友 也不是不好赛 就是你真的关系走到尽头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我做的这件事情 这件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之后 你会觉得瞬间心情 事情有一个结束这样 对对对对 它好像ending了 但当然如果之后有机会再碰面那是一回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在当下你就会知道说 诶你自己的心内心就告诉你自己说 哦就这样了 所以你是很注重仪式感的人是不是 我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 虽然我不喜欢过节 应该是说我不喜欢过某一些特定节日 但是如果我要过 我就要他真的是很有一套流程 最好最满就对 没错 好神奇哦 因为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就是 疑似感的人 真的假的 对我不会就是 就像朋友关系 断掉这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断了就断了 我不会特地去就是说 内心里面要做一个什么告别 还是什么 我就会觉得是 反正就走到这里了吧 那就那就算了 可是大家的状态都会一样 就是内心一直很纠结 为什么要不联系我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大家想谈断舍离这件事情 从某一次收纳的过程当中 我是说我自己 得到的应感吗 对我就觉得好像 是不是也是要尝试这样做一下 但我觉得真的是 第一次做完那些 这样子的方式 做完那个仪式之后 就觉得好像 内心就会放开这样 所以我觉得 虽然现在讨论 现在讨论的是交心牌 但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其实如果你一直在纠结 这种过不去的关系 其实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 仪式结束的方式 让自己内心放下 然后才有机会 就是拓展新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你 你现在讲这个 就是有一个仪式 然后让这个关系 结束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个 蛮有趣的方法 我好适合当你美 我的天 哈哈哈哈 没有因为 你这样讲 就会觉得说 好像真的就是 这件事情 我让他做了一个ending 就即便我们的关系 走到了尽头 即便我们的关系 可能是不好的关系结束 但至少我让这件事情 有一个仪式上的结束 可能有一些人的心里面 真的就会觉得 OK那这件事情 我就真的可以彻底的 应该是说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当面跟这个人 好好说再见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 好好跟过去那段关系 说再见 说完了再见之后 我就要往新的旅途走 你是金剧达人兼仪式感达人 真的啊 对啊 欢迎大家找我业配 哈哈哈 我们 我们的流量 我也是蛮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多帮我们 听一下Podcast好不好 你知道我们到目前为止 流量最高的是哪一集吗 就是我们在讲合唱队的那一集 所以我只能说就是 大家多多帮我们听一下Podcast好不好 拜托 我们也是蛮希望有一天 可以获得个长长的支度 虽然不知道得到何时 但没有啦 现阶段都是做一些就是 好玩我们来聊一些话题这样 所以反正 今天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呢 出社会以后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 刚刚威斯里讲的 你的目的性 对 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 敞开你的心胸 不要去害怕 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现在 在这个时间 就是你可以交朋友的 管道已经很少了 你又不愿去尝试 那你就真的没有朋友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大冒险挑战嘛 现在立个财权 蔡苏人就是跟 认识隔壁的人 哈哈哈 要玩这么大自私 莫名其妙变成大冒险是怎么回事 好可怕 天哪好可怕 两个人 我们还是不要再我们冷静一点好了 我们还有一起要录OK OKOK 好那以上就是 我们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 就是出社会之后 怎么样交朋友 虽然我也不知道 这个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啦 但我觉得 反正出社会以后 你就是放宽你的心胸 然后刚刚Wesley说的金句 用心去交新朋友 OK 好不好 我要封你为金句达人 大家想要认识金句达人的话 赶快到下面留言告诉我 配合我 我就会来个例子 就是认识你 哇是怎么可以去追踪他的IG 好不好 其实不要追踪我的ID 追踪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知道 我就是有私人账号跟 那个公开的账号 对公开的账号嘛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的那个 那个公开的那个账号取得名字 实在太好了 就是英文就写东坡罗南海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次是过年的时候 然后被我家人看到 然后不能 你家人为什么会看到啊 IQ就是手就一直想啊 会跳啊 哦 其实那个账号没有加很多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可能最近我也按了几个 就是认识 追踪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开始会跳 就是家里的朋友就说 诶那個 那是什么D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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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 那个你是追踪谁呢 那个 因为家里的人毕竟看不太懂就对 然后就说 哦 没有啦 我的网路分身 你没有希望就是有家人来听你Podcast 这样子我可以再 才可以把就是 家里发生一些故事 一直在上面讲 对 毫无私信的在讲 我也没有让我的 我妹知道而已 其实我爸妈也不知道 对啊 总之今天这一集就是 虽然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但是就是真的是 大家请用心去叫新朋友好吗 这就是本集的金句 本集的重点 没错没错 那我们就是今天这一集就讲到这边 那如果喜欢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们按一下五星好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对 然后有什么想要听的主题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没有重点是寿星安然无恙 寿星就是可能喝到熏的状态 没有我是倒 明明不是你生酒你喝醉 对 他明明他女朋友也在现场 然后我那个朋友不是要喝酒 然后因为喝喝 他后面没得喝 他们就在现场叫啤酒 嗯 对那我朋友就不需要喝啤酒 因为大家就是要灌他嘛 嗯 但我当下我觉得是喝酒喝多了 然后就想说 你去帮他挡酒吗 对我就觉得 为什么免强人家 啤酒这东西这么好喝 为什么要免强人家喝 他还想挡酒 现场就是人家去帮他倒满 然后要敬他的时候 我就直接过去 然后就抱着他就说 我帮你喝我帮你喝我帮你喝 然后就把酒喝完 抱回他手上 我就去送回去我的位置 宋星你想说莫名其妙 不会宋星的感情 因为宋星就不喜欢 不喜欢被灌酒 他不喜欢啤酒 他不喜欢啤酒 他不喜欢喝酒 后面那一part所有人 就要给他的全部都在我的肚子里面